Hello, 我是EG 這條影片會說我如何窮遊東京到大阪 因為這次我們是去一些大家平常常去的旅遊景點 例如富士山、攝谷、池袋之類的 大家都會去的熱門地方 所以我們吃了什麼我就會拍下來 讓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同時這條影片會說我如何由東京 用最便宜的方法去到大阪 如果不算你自己走去的話 有什麼要注意都會在這條影片說的 準備好了嗎? 現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這個見累就休息的旅行 出發! 一來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城田機場 這次對我來說有一點點不同的 就是玲玲幫我們選了用Skyliner去到我們住的地方 所以很快就會到的了 雖然這個旅行主要的目的都是 跟上年組成的追星小隊去看我們的New Jeans Bunny's Camp 但是因為始終這個旅行我都是用來當放假的 所以就不特意拍下所有生活細節 他們大家只會在裡面很少程度地出現 這次我們就住在北池袋 跟上次一樣都是遠離市區 雖然去哪裏都要搭一個站轉車出去 但是由站去到我們的民宿只需要五分鐘而已 這個就是我們住的民宿了 城洞都是我們的了 開齋就是便利店儲滿牛奶啊 一落機我們就沒有什麼行程 都是放下東西之後就走出來池袋那裏吃東西啊 經過這隻被遺棄的小白貓之後 我們是吃什麼呢? 是鳥貴族啊! 吃了太多次了所以不怕了 遲到香港都有 吃了這麼久清淡的東西的我 一來就馬上吃這麼油、這麼渣、這麼肥的東西 所以day one的夜晚我最後就是吃紫色藥 第二天因為我抽不中new jeans的第一場 所以就按照自己的原定計劃去了看富士山 這次會搭到的這條線 駛火車裡面的裝修比較古舊 但是我就覺得有feel很多 那最快的方法當然就不是搭鐵啦 是去新宿那裏搭巴士的 不過很可惜去到的時候那些票就被人買了 那就要用一個慢點的方法去 純搭鐵路過去的話就要3小時零10分鐘 我搭到... 遲代都變春代 終於落車就來到河口湖站啦 今天的天氣就有少少灰 我都心之不妙了 果然一去到洛嬸你看一下 坐山沒有開工 順帶一提其實對面街有一間一樣這麼大的蟹粉 只不過因為它背部沒有富士山 所以就沒有人理會它了 命就是這樣了 看不到富士山 那就吃回富士天 這間店在這裏也很有名 有多出名呢 它是可以出名到... 你一進去 你會發現有九成九的人都在講廣東話 整間店只得下order的聽不明白你說什麼 我是他就請回一個香港人了 秘製調味粉很好吃的 有海鮮味和辣味 天婦羅鹽裡面最推介就是抹茶鹽 和牛壽司是煙韌 不是韌 是煙韌 咬也咬不開那些叫韌 咬兩三口咬得開那些叫煙韌 告訴你 它有這個美其牛證明書 天婦羅裡面一定要吃的就是番薯天婦羅 超甜一定要叫 雖然我吃就拍著一條蝦 蝦麥麵比便利店買到的就軟身和彈牙很多 但是驚喜就沒說很大 這個炸雞看下去老咬咬咬 但是吃下去就超嫩滑超多汁 蜜瓜梳打都是比較失望的 成一股藥水味的樣子 那些粉是不是好不好味 這個我告訴你 有得買的 你買吧 買吧 買吧 好吧我走了 車站前面會見到一間網路專門湯遊客的服裝店 上面那張寫著 Please post about your country 最後我都給它湯了一堆蜜 因為上面印著一個很有趣的富士山 可以用600日圓去租一個小時的電動助力車 大概踩10分鐘就可以來到河口湖這裡 雖然今天天陰陰陰 但是看上去還是好心抗神疑 你看外國人多漂亮 今天的最後一班富士回遊 5時半左右就要上車 所以很快就要走 臨走的時候就關店 晚上就來到新宿的鮮魚二號店 我自己是喜歡有時候是亂走去找餐廳的 它這間就完全只有日文菜式 但是也有些圖畫菜式給你看 一坐下來 每天兩隻先拿 很重鮮味還有一點點甜味 鹹到飛起的三文魚細陸湯 但是我又很喜歡 這條鰻魚看起來很棒 但是吃起來搞不好 踩到飛起還要超多骨 厚切三文魚三文魚子 全家飯 三文魚是很新鮮和很甜的 不過真的太厚了 不用切太厚 很難拌飯 這兩隻蠔當然是這頓飯的重頭戲 你看看 大爆汁 皮皮橙色的東西更辣辣的 超鮮的 五百百十元一尺 在壽司浪吃夠貴一點的壽司都充滿 就是這樣說 接著這間在淺草的壽喜燒露店米九 就是本片的最大推介 是去年吃完之後好吃到 今年一定要回來再吃多次 非常日式的裝修 榻榻米你進去要脫鞋那隻 顧名思義 裡面就真的只吃壽喜燒肥牛 當然還有些洋蔥粉絲 醬汁是好吃到我平時不吃洋蔥都會成夠質落肚 同時都是我在日本吃得最貴的一頓 每個人可以是三塊多元買單 不過沒有人投訴 亦都沒有人後悔 當你吃完這麼好吃的牛之後 其實還未完 店主就推介我們把雞蛋鍋進去 配上壽喜燒汁一起拌入飯 人人是加蛋又加飯 有多好吃 就是我們每個人吃完之後 第一句說的都會是 嘩 盡手介紹一下這位在地鐵站的卡路里樓梯 他只不過是連一張貼紙 就成功引誘到你走這條樓梯 在我們的團裏被人引誘到的有我和阿Kent 晚上走完秋葉完之後就隨機來了這間拉麵店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下雨的關係非常之逼 基本上每個人都是堅定堅定吃的 之前點過一杯麥瓜梳打失望之後你會怎樣 你會再點多一杯之後再次失望 黑蒜油拉麵真的超重黑蒜油味 是重到淡淡都是油 麵是偏軟身和是幼麵 叉燒很好吃的 但如果可以再厚一點就好了 這個名牌子咸到媽都不認得 還有一點點辣 但是混蛋再加上飯 變成了天菜 是全餐最介紹的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買燈 一吃完就過了銀座等 等什麼呢 等宵夜 什麼東西啊 搞得騙了 開了小檔 你拍一下幹嘛騙了 對呀拍個盒幹嘛騙了 應該拍些包嘛 又不拍 我們足足在銀座等了整個小時 這個就是和牛三文治 它是炸牛皮 是炸了那邊的和牛 看上去是不是很棒 但是我們吃完之後 大家都說 不吃不等 很老很韌 一出來就很強 啊 你可能差不多 多少次嗎 1990 反而這個MAT順手買的炸彈 再加沙律醬 每個人都說很好吃 外脆內軟 別人也拿了專利 八吉列 八吉列 噢噢噢 它大飽 這個就是一個小時的味道 因為抽到New Jeans 和Lifex的pop up store 第二天就來到攝谷的街頭 人是真的多到癡媽筋 還見到很有名的街頭Mario賽車 很想玩 但是你要有車牌 就是這間pop up store 應該連續幾天都排隊排到媽都不認得 裡面的員工開工應該要叫加油那些 易Sir是抽中頭兩批客人的時段 所以一早就來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他想要的都會掃到 你看他幾十歲人 但是有個孩子一般的笑容 就知道他有多開心 聽說相關產品現在炒得很厲害 說真的其實真的挺喜歡日本街道的設計 就這樣走一走都會覺得開心 當然可能都是因為香港焗了太久 他哪裏都覺得爽 來到攝谷當然也要吃下東西 對話Sir在這個時候就有好介紹 都是吃拉麵 走完這條小斜路之後 就可以看到 排都糟糕 那就是好吃 這間店的名字就真的是日文 但是你們如果跟著右上角的名字去搜尋 都可以找到的 說定又便宜又好吃 最貴都是1500日圓 看完店位就知道為何要排這麼久 這間叉燒正 一咬下去肥瘦肉是分明的 都厚過昨天那些 因為它是魚湯 所以就會比昨天的淡淡油 相對清淡很多 但是麵就好掛汁 這個麵越吃越好吃 對話Sir這次沒有介紹錯 而且我們很幸運 這間店舖原來經常休息 你們來之前記得看清楚 吃完這餐我就要分隊去大阪 臨走之前讓大家多看 我們這間靚民宿的日景 拜拜了東京 第一次來大阪很期待 JR Bus應該都是除了你用腳走去之外 最便宜的手段 大約用8個小時去到 所以你一定會睡覺 裡面的私隱度其實超高 你看到司機都會拉上臉 然後你的位置附近也會有很多個臉 位置絕對是不大的 但也可以放一個燈柄 有腳墊可以伸出來讓你睡覺 大約在你上車之後的2個小時 和下車之前的1個小時 就會有休息站 大約20分鐘左右 司機知道你是遊客都會提醒你 你趕不及他可能就離開 所以都留不到太久 第一個休息站 你可以做到買飲飲和柯尿等動作 都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做 小小事要提醒的 就是你下車記得拍下車牌 因為現場大概有十幾二十架差不多一樣的 巴士拍在這裡 記得記得要多戴一件外套 我在大熱天的時候過去 但是不知為何兩個休息站 一下車的時候 你都感覺到冬天那麼冷 是冷到你傻仔 記得要戴一件外套 還有千萬不要太吵 車裡面如果你不睡覺的話 可能只有你一個不睡覺 吵到人會被人輸 這對紙拖鞋是車裡面附送的 睡了一會兒大概在下車前的一個小時 你就會去到這個叫土山SA的休息站 這個大很多 還有很多東西買 隨隨隨隨隨隨的食物 手信 全部都可以在這裡買到 但是你只有二十分鐘的時間 還有你下車的時候 可能發現只有一兩個人下車 因為其他人全部都會睡了 上車後再過一個多小時 你就到大阪了 在這裡再多提一提 最好戴多個眼罩 因為它一到休息站 就會在你睡一會兒的時候開燈 你就會在夢中看到一道光 那道光你跟著走進去 你就會醒了 之後你就糟糕了 Anyway 這樣睡一覺就可以四個多水 從東京去大阪了 這條影片到這裡太長了 下一集我們就將會來到大阪 我是第一次來的 心裡經常都以為 關西會是一些鄉下的地方 但原來完全不是 食物的種類好像比東京還多 想看看我在大阪吃了什麼 就記得訂閱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我剛才介紹的食物 會適合你們參考用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者正規課程 其實都沒有專門教 剪YouTube的技巧有心得 所以我今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將我這八年內的剪片經驗 全部組成一個速食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堂內一定會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比 就是我EG大兒子的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我這麼多年以來 儲藏的超方面剪片素材 另外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 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切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 留下的description box 按連結 報名 多謝 Bye Bye Bye